小海绵在宠物收容所当志愿者照顾宠物 章鱼哥打电话举报附近有一条红色野狗 很快这条红色野狗被管理员抓进收容所 原来这条野狗是小海绵的好朋友派大星 只要派大星吃下狗粮就会变成疯狗模式 没有人知道他的这个模式会持续多久 如果几天内没人领养就会被原道毁灭 小海绵把他关进房间里面学习做个宠物 一个小时后派狗在房间里面举办比赛 文静的宠物比赛中把墙壁撞出许多洞口 整夜的狗叫声吵得章鱼哥无法入睡 找上门希望小海绵可以管好他的狗狗 凤梨屋被派狗拆得一片狼藉 小海绵请求自称最强训宠师的老张驯化派狗 老张打开笼子放派狗出来希望他服从命令 派狗一阵撕咬把老张关进笼子 气得老张把派大狗扔进原始森林里面 然而老张刚到家派狗也找了回来 老张把派狗装进笼子里再次丢到荒郊野外 回家发现派狗已经在屋里 这一次到反天刚老张被派狗扔在海底森林 我在几个小时前就清醒过来了 我只是想让章鱼哥觉得他自己很厉害 魔红做了大坏蛋之后三天要乐酒顿 为了生计只好在超市里面打工糊口 老匹邀请他加入自己的阵营干票大的 到谢宝王抢组传秘方一起统治世界 为了二两岁 因魔红做了匹老板的大手 吓得老些让小海绵去屋顶打开求救灯 然后用木板封住谢宝王的大门 这点防护措施对于魔红来说就是摆设 小海绵在屋顶打开求救灯向海超人求救 然而现在是白天 只好跑到养老中心寻找海超人和大洋游侠 却被工作人员当成神经病丢了出来 谢宝王里面老些誓死不愿交出谢宝秘方 魔红以为他们要抢的是统治世界的秘方 老匹向他解释只要统治快餐节 就可以进而统治世界 小海绵伪装成老人混进养老中心 在里面的舞厅遭到老太太的哄抢 错过了海超人和大洋游侠 谢宝王里面张鱼哥为魔红做了美味谢宝 万万没想到魔红吃完谢宝还想吃 根本停不下来 要求老张给他制作更多的谢宝 小海绵终于找到了海超人和大洋游侠 这两货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就是睡醒之后美美地吃上一顿冰淇淋 所以让小海绵自己回去解决魔红 魔红吃了几千份的谢宝 累得张鱼哥手臂发酸 三天饿九顿的魔红吃完谢宝还想吃 小海绵想到打败魔红的办法 为魔红制作了百人份的超大量谢宝 气得老皮要和魔红散火 吃完谢宝的魔红成了大胖子 被谢宝称得丧失了行动能力 赶来的海超人和大洋游侠 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抓捕了魔红 皮老板也被三天饿九顿的魔红吃到破产 海底噼里啪啦地下起瓢泼大雨 谢宝王里面挤满要用餐的时刻 老张非常讨厌的同事海绵宝宝 还有一直在压榨自己的谢老板 这所有的一切就是老张的噩梦 老张决定装病在家里享受生活 打电话向谢老板请假不去上班 老谢却一眼识破老张只是装病 就在老张庆祝不用上班的时候 老谢突然上门探望生病的老张 并且给章鱼哥带来一生小海绵 表面上照顾章鱼哥的饮食起居 实际上是用小海绵惩罚装病的老张 小海绵适适待劳让老张无法享受生活 更是拿出工具要为老张治疗疾病 吓得老张打电话告诉老谢自己没病 老谢却让小海绵继续为老张治疗 经过小海绵的酷刑折磨 老张容光焕发地到谢宝王上班 十足的信心让老张充满了自信 觉得自己是威武雄壮的猛男 可以面对世间的一切 看到老张的英姿让老谢惊掉下巴 然而面对嗷嗷待哺的时刻 还有折磨人的同事小海绵 生活的压力一瞬间把章鱼哥打回原形